Hello 歡迎來到史坦的全新環節 遊戲GAMPING 我叫史平 希望史坦玩過的遊戲對於它的評分 雖然不是KOL 但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的數字 而這次新系列第一款要品評的遊戲 就是一款手遊 它叫DC Unchanged 火力無限 我不知道大家或聽眾們 或者看到影片的兄弟姐妹們 是不是DC的粉絲 作為手遊的玩家 其實沒有說是不是粉絲 最重要是好玩 最重要是耐玩 而這遊戲的確在畫面 技術 甚至是角色的素材方面 是十分到位的 DC的角色更多 看不完、認識不完 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尾劇 或者有看尾劇 納過眼 其實對於角色的招式是絕對不陌生 比如說好像我們的The Flash 閃電盒裡面的招式 其實在他們的美劇 是經常出現的 又或者好像我們的Supergirl 裡面的寒冰獎 甚至是等等的招式 都在劇集裡面出現過 而當中對手 Boss 甚至是小怪的象徵度 或者還原度也是十分之高 用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甚至是成本 在處理畫面上的流暢度 是值得一讚的 但有些事情大家都明白 手遊經過這十年的洗禮 其實已經有一個特定的模式 右下角這些五制件 或者左上角的順著角色 一個一個出的方法 也不會陌生 玩起來絕對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我們先看看這次Unchanged裡面 包含的人物角色的仔細度 或者它裡面能夠分出來的東西有多少 眼見了 好像大家很喜歡的小丑女 甚至是小丑 Batman 好像這次更新到五月的版本 其實已經有六個家族 而每個角色 每個角色的招式 也是很獨特 有空場 有輸出 有輔助 有回血 將正常一隻MMORPG 以不同角色不同職業的概念 放進去 你就很容易明白了 始終不是每個香港人 或者不是每個亞洲區的人 是有看美劇 或者有看美慢的習慣 在角色 或者公仔的風格上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嗯嗯 未必是你們的那杯茶 但是 合不合看 和好不好看 從來都是兩回事 史丹認為 他六個家族裡面的每個角色 的還原度 根本就是神級 而相信背後 在美術的工作 也是十分之多 比起一般手遊 扔的時間 一定要高幾倍 由於史丹不想在評分系列 作太多的介紹 變成手遊介紹的節目 所以遊戲的部分 留待大家自己去參與 眾觀而言 我覺得DC Unchanged 火力無限 這次遊戲的水平 十分之高 先撇除了 課不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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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慣性消費的項目 如果以體驗一隻遊戲性質 而言 這隻遊戲是值得推薦 又或者 如果想看外國的遊戲 或者叫做美式漫畫風格的遊戲 是怎樣 這隻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好了 片尾就會包含史丹在各方面 評分的細分 得出一個綜合的平均數 同不同意都好 可以在這條片下留言 你會覺得 嘩!很廣告 嘩!很真 嘩!吹水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分享 like subscribe 希望你們喜歡 下條片見